饭 今天啊 废话等一下都不说了 是吧 哥哥就想问你一句 你要是信得过我 赶就把这篇就干了 哥 终于回来了 哥 怎么碰成这样 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 慢点慢点慢点 来来来 慢点慢点 好嘞 要真是 好嘞 好嘞 稍等啊 来来来 水来喽 出炷了 好嘞 好嘞 我也家写不知道 好嘞 好嘞 乖等 都怪你 我这一贯 半个月的工资都进去了 别想太多了 我跟你说年轻的时候 要对自己好一点 好了 待会儿请你吃好吃的啊 请我吃什么呀 等会儿看看 这什么时候开了个泰国菜啊 你要请我吃这个啊 走啊 服务员 服务员再拿份菜单 小姐 你的菜单 谢谢 看到了吗 那边来了新的客人 新的客人一来就要去倒水 你到底是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 看到了还不去 隔天 服务员加水 格雅倒水 对不起 格雅 你怎么在这儿干服务员啊 小莱 我们走 那 格雅 我先走了 格雅 你把水洒客人伸上了 没想到是你在背后捅我一套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骂我吧 对不起 罗雅 高雪 对不起 对不起 注意 这边请 经理 有人早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格雅今天没有来上班吗 格雅 她已经被我开除了 为什么呀 她呀 把水都洒到客人身上 把客人都气走了 我能不开除她吗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 没有反复的现象 目前情况可以说少爷已经好了 潘教授 这些日子你多费心了 这是应该的 你把下边项目的预算报上来 我让他们给你打款 谢谢会长 另外 至今生病还有治愈这件事情 请先不要生长出去 明白 金律师 替我送一下潘教授 好的 会长 接下来怎么安排 安排我和郑会长的会面 是的 不过 潘教授那边也确定我哥哥完全康复了 只是指标恢复了 能不能康复还很难说 可我哥心里还想着陆安娜 当初他愿意接受治疗 就是因为等他病好了以后 他觉得可以去中国找陆安娜 当然不能让他去 记得我上次告诉过你 会长想让你的哥哥 跟郑家小姐联姻 这个时候 怎么能让他跑去中国呢 可如果 我哥真的做了决定 你们拦得住他吗 如果 如果他违背会长的意志 怎么样 难道真的会 不管他人生死吗 你以为罗安娜 真的会接受你哥哥吗 他会的 这次我去了 见到他了 我知道 他只是还在生气 他还没有原谅我哥 但他心里 是爱我哥的 可这不矛盾吗 不矛盾 或许 因为你不是女人吧 你不懂 在心里 越恨这个人 其实就代表他越爱这个人 怎么 你还真觉得你哥哥 跟罗安娜有希望 其实我也不确定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剥夺我哥哥选择自由的权利 或许跟郑家小姐联姻 可以得到经济上的支持 但是他并不幸福 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 连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都没有 他为什么还要活着 怎么看这么别扭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些零零碎碎的 全都给我去了行吗 不用古典风设计一个线 莫总 孙大爷 来 跟我来 孙大 今天我们只谈对你说有别的版权 编剧我们就不参与了 为什么 因为写故事的那个女孩回老家了 她父亲去世了 这样几天就过去了 我呢还是想用她 跟你说实话吧 她不想写了 这没关系 我只要一跟她谈到稿费的事啊 我想她一定会同意 谁跟钱也有仇了 你把她叫回来 我亲自跟她谈谈 你觉得金钱是万能的吗 我们今天只谈版权 好好好 就谈版权 你说要多少钱吧 两百万 两百万 你疯了吧 你以为那是八斤的小说啊 这是你们的事 我管不着 我开价两百 你买还是不买吧 你 那我有个条件 答应我 我就买 姑娘 怎么了 你是 戈亚吧 我是啊 好 来 来 孙导演 是我 有什么事吗 《小清新》杂志社 年载了纪实小说 《对你说永别》前几期 是你写的吧 怎么了 是这样 我们公司已经买下了 这篇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版权 我是导演 我和我们公司都觉得 这小说的前几期 写得特别地好 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和我一起 做这个戏的编剧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是我们的强项 你又没在月球上 这很容易 现在这篇小说的所有内容 我都不写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给你署名编剧 到时候等这戏一播出 你就赚钱了 您另请高明吧 你跟钱有仇 我跟钱没仇啊 我跟我自己有仇 行吗 我现在不想再听到 这个小说的名字 喂 平凡 阿娜 怎么了 有事 我前几天看见格雅了 在哪儿接着她了 平凡 你不是跟我说了 格雅在一家公司上班吗 哦 她已经不在那家贸易公司上班了 你在哪儿碰见她了 我在一家餐厅碰到她的 她在那儿当服务员 什么 哪家餐厅你告诉我 我去找她 不用了 都是因为我 她已经被开除了 因为你 我在那家餐厅吃饭 她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我身上 结果谁知道 那个餐厅的老板 居然把格雅给开除了 平凡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坏呀 安娜 你也别想太多 好 有时间 我们还是出来好好聊一聊嘛 毕竟朋友一场 把话说开了也就没事了 好 知道了 二位请问 想喝点什么 对 没客人 谢谢 嗯 而且我们吃东西区很方便 有山沟洋的好地方 我们分为AB户型 A户型一方一方一方 很适合两个人的 总名积为51.7 一方一方很方便 有山沟洋的好地方 方便 有山沟洋的好地方 方便 平凡 怎么了 你在哪儿呢 不接我电话 我是上班呢 什么事啊 你现在哪儿上班 我去找你一趟 什么事 你电话里说呗 要紧你的事 下了班再说不行吗 不行 快说 你在哪儿 平凡 平凡 格雅真的会来吗 他有工作要忙 所以来不了 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 可能工作走不开吧 他又找到工作了 好像昨天刚找到他 在一家收落住 真的吗 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安娜 你最好别问 他怕你知道了 会去找他 他真的不敢 面对你 面对自己 他怎么会怕我呢 我又不会真的吃了他 可是这件事情 在格雅心里 已经有的阴影 他始终觉得对不起你 没法面对你 他甚至还说 不配得到你的原谅 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格雅是不是在恨我呀 他恨我当的杂志生 那么多人羞辱他 恨我害他丢了工作 他才不肯来的 他不是不肯来 他只是 只是 只是不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 面对你吧 所以 才会本能地选择逃避 安娜 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原谅他了 现在的问题 是格雅还没有原谅他自己 你是没看见 他这段时间的状态 真的非常消极 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他曾经说过 他说这么长时间 他所受到的折磨 都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所以我害怕 再这么下去 我们真的会失去的 好 平凡 你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我这个人 很霸道 很讨厌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些日子我总是在回想 我跟格雅在一起的时光 以前我伤心的时候 有他陪着我哭 我高兴的时候 有他陪着我笑 其实你刚才分析的没有错 我看见格雅房间里空荡荡的 我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有情和爱情一样 都需要忠诚 可是人无完人嘛 一段关系没有谅解的话 怎么也不会长久 而且这些林志勋的事情 我也没有告诉格雅 也是一种背叛啊 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 在格雅心里已经有了心结 烦恼 能打开心结这个人吗 只要你 我真的不想失去格雅这个朋友 格雅倒是能听你这些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干嘛呀 我给格雅打电话 我给格雅 给格雅 我给格雅 做好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这个姑娘 她母亲是当地一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父亲是大学教授 受过良好教育 但有小姐脾气 这个男人是谁 她是罗安娜母亲的助理 何少爷也是大学同学 罗安娜和少爷就是她介绍认识的 监听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特别的情况 而且少爷跟那个姑娘话得比较少 所以 谁拍的 你别管是谁拍的 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你爱上的就是这个女人 是的 这个男人呢 她是我大学同学 她是通过你认识这个女人的 不是 我是通过她认识安娜的 她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看她们像普通朋友啊 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想了解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有这么大的魅力 让我的儿子 这么痴狂地爱着她 所以金律师亲自去了中国 我恰巧排下了这一名 爸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小军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欺骗了那个女孩 她都会很伤心 女人在脆弱的时候 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这很正常 既然她已经另有所爱 你也就不要再为难自己 忘了她吧 你还不怕啊 我感到这一天 是吗 这个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 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我想想啊 要不 你请我吃大餐呗 这大餐好贵啊 贤贵啊 那我请你吧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没有啊 不可能 我跟你讲我第六感特别准 你肯定是有什么好事 那好事啊 就是你跟安娜和好了呗 是啊 所以说我要请你吃饭啊 看不上是吧 看不上那行 你说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我都请 你能有什么呀 一成二白的 你能给我什么呀 我可以以身相许啊 喂 喂 赵平凡 开玩笑的 吓着你了 没有 刚刚磕了你的 你说 你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 行 那你早晚休息吧 咱们明天见 哎 明天见 来 是真傻呢 还是装傻呀 我发现啊 你还挺喜欢在这儿发呆的 你走了以后 也没人陪我说话 没人陪我开心 我就只能一个人 在这儿发发呆呗 赵平凡呢 他不能跟你说话吗 能比吗 其实 你到这儿来发呆 不仅仅是因为我吧 什么意思 林志军啊 对不对 我记得 我走之前有一天晚上 你好像一个人在这儿喝打了 是不是 算了 不想听这个人了 行 不提就不提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事情 你越想忘记 就越忘不掉 就比如说我 我从这儿搬走的时候 就跟自己说 要忘掉你 忘掉这儿 一切都重新开始 但是我越不想记得 跟你的那些事情 就越是浮现在脑中 好的坏的 高兴的生气的 你别说 那些生气的事情 虽然 当时是挺细的 但是回想起来 反而觉得 还挺快乐的 你跟林志军的事情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现在回想起来 会不会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 说好不提我又提了 对不起啊 我 我 我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有很多很美好的会议 很多很多 但是 我总是提醒自己 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假的 有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就像个小白鼠一样 看似是被照顾着 最后得到了什么呢 如果我只记得 他对我的好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太傻了 我觉得这件事 也没你想的那么极端 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假的 既然 连我你都可以原谅 有什么不能原谅林志军的 哥呀 这不一样 虽然你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能理解你 你生活压力很大 你得靠自己打拼 而且现在你又从杂志社出来了 这不都是在为我考虑吗 那林志军可能也有什么原因呢 他也许是因为他妈呢 对 他为了他妈我也能理解 但你至少给当面告诉我吧 他不敢当面告诉你 他怕你生气啊 那就像我当初瞒着你 写小说一样 不也是怕你生气吗 这不一样 哥呀 你跟我从小就认识 你了解我 我也了解你 这中间就算再发生什么问题 我知根知地 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再加上这一次的事 你不会再犯了吧 我当然不敢再犯了 我要是再敢骗你 就让雷把我劈死 所以说啊 这不一样 林志军 我一开始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人 但是到最后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的 现在就算他跟我承认了 坦白了 好我原谅他我相信他 能保证他不再犯了吗 那倒是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做这个保证 但是如果他又再一次回来了 然后特别真诚地在你面前求你原谅他 你真的可以那么绝情地拒绝吗 有一句话就说得很好啊 痴疑欠掌一掷 好第一次我背骗 我运气不好 我第二次再背骗 我这儿有问题 你放心吧 这一次就算他跪在我面前 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他 你高兴就好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这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不可能有照片 你不是告诉安娜没有爱上别人吗 他跟赵平凡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照片是会长给你的 对 对 在槟城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平凡对安娜别有用心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明天就要去中国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你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老二 不好出事了 他们要走 可以找金律师 好 哥 你看 不管这些了 我们先走 进 小姐 少爷 这几天你就住在这儿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来回进出不方便 少爷 你也别来回走动了 你这是要软禁我们吗 对不起 少爷 这是会长的吩咐 我只是照他的吩咐去做 真的对不起 胡总 请坐 这环境还真不错呀 难怪你不去公司 非得要约我到这儿了 去公司啊 那就算了吧 我也不是没品没脸的人 是胡总您不欢迎呀 我说不欢迎了吗 我说咱们俩之间啊 一直是有误会的 误会 那胡总的意思是说 之前那百分之十提成不给了 也是我误会了 那个丽丽啊 我今天来了 其实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认个错 那天啊 是我不对 跟你发那么大脾气 让你下不了台 不过你这脾气啊 也是太暴躁了 你应该理解理解我 咱们俩说好的 要同甘共苦 来日方长 我以后我 我胡母要是好了 我 我还能忘了你啊 同甘共苦啊 不瞒您说 我还真是想 可问题是 虽然胡总你信任我 可我不信您 你 你怎么样肯相信我呢 您之前说的 百分之十提成有困难 好 我算相信你 那意思是 这钱不要了 其实我不要了 您说有困难 你可以把公司的账本 给我看看吗 您说损失很大 我想具体看看 损失到底有多大 这不过分吧 你以为你谁啊 你查我的账啊 你查我的账啊 这 这还不过分呢 相互信任嘛 相互信任嘛 你放心 账目的其他猫腻 我不关心 我只关心海运的这一笔 你们公司到底是赔了还是赚了 下来 是 莉莉啊 你真的太让我心寒了 是吗 我今天来 本来就是想跟你好好地谈一谈 把咱们俩之间这个误会解开 你如果要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 咱们好合好散 好吗 这顿呢 就算我请你了 胡总 你认为我猪那边好欺负是吧 这点钱打发赵花子呢 好好好 是我误会了 胡总 你转个试试 怎么了 娘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胡总 你不想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威胁我 我胡姆是个讲道理的人 就是不怕危险 那咱们走着瞧 好啊 我看你怎么样 拜拜 喂 赵平婉 是我 我看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我看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一直在忙 我这都是趁吃午饭的时间才出来的 你就不好奇 我叫你出来干嘛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我以后还得开会 这 不就是个助理吗 还觉得自己多重要 一个助理是没什么重要的 这一点 莉莉姐应该比我更深有体会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在查公司当初在浦江的项目 什么 别装算了 临江先进 你 要不然 你前段时间去股价干什么 这是我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这样 你替我跟余总道个歉 就是说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请他原谅我 你还是自己去跟余总说吧 这忙你不帮啊 道歉的话 自己亲口说才会有点诚意 那算了 不肯包 那你想查的事情 我也没必要帮我 你能帮我 当然了 胡强那个混蛋 过河拆球 既然他不认了 我就不义了 我不会放过他 好啊 我从当初负责临江先进 征地拆迁的通塔公司里 搞到了一些材料 你经验比我多 能不能帮我看看 有什么问题 倒没问题 赵云凡 你也别忘了 我帮你 你也要回报我 好啊 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这两天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又给我装 好 还在查 你想过没有啊 把这个事啊 汇报给余总 让余总知道了之后呢 从上往下查 那比你要抢得多啊 想是抢过 可是我还没什么证据 一点都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 平板 你看那天我跟你说 怀疑周莉莉 这个事吧 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现在想一想吧 你说人家都已经走人了 是吧 何必再给人扣个大帽子 再说了 毕竟人家原来是余总的助理嘛 是吧 你说这个身边的助理 支里扒外 不止一次啊 是好几次啊 不止一年 是好几年 你说 这事要是让余总知道 他这个脸面往哪搁呀 那您的意思 这事就这么算了 不 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平板 我知道了 土江是你老家 有感情 你呢 也不想让你们老家的人吃亏 是不是 我呢 有一个想法 你听听看 您说 咱们公司啊 每年都有一笔固定的慈善费用 这笔钱呢 是形象公关用的 今年这笔钱 到现在没动 我可以跟余总建议啊 把这笔钱 就放到你们浦江去 那你们是 搞这个西方小学 修路 修桥 搞绿化 干什么都可以啊 只要你跟你们那些老乡 商量好了 拿出一个可靠的方案来 怎么样 低内损失低外博 低内损失低外博 让你们那些老乡 高兴了不就行了吗 靠谱嘛 我爱的人是中国的陆安娜 开口闭口谈情摔爱的男人 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出人头地 我更不需要别人看得起我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吃什么我都想 你能跟我什么呀 我可以以身相学啊 那个姑娘还说什么了 她说到马上要离开这儿吧 刚洗完头啊 表明啊 表白啊 你的眼睛 放映天晴 倒映我和你 从前的记忆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别不怀疑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都变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早就牵好了线 它要我们一起相恋 我的心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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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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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为一起线 偏向你遏 慢慢一起想念